《猎王记》上第一章,大魏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绝暖。 所以陈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年轻处女,使他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暖。 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女子,寻得一个书念人亚比萨,就带到王那里。 这女子极其美貌,他奉养王,伺候王,王却没有与他亲近。 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高,说,我必作王,他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 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为食魔这样行呢,他慎俊美,生在压沙龙之后。 亚多尼亚与西鲁亚的儿子约亚,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 但祭司撒都,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先知拿丹,世美,利益,并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尼亚。 一日,亚多尼亚在尹罗杰旁,索西列石头那里,宰了牛羊,肥独,请他的朱弟兄就是王的重子,并所有做王臣仆的犹大人。 唯独先知,拿丹和比拿亚并勇士,与他的兄弟所罗门,他都没有请。 拿丹对所罗门的母亲把十八说,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你没有听见吗? 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 你进去献大卫王,对他说,我主我王啊,你不曾向婢女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吗? 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了王呢? 看啊,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我也随后进去证实你的话。 八世八进入内侍献王,王慎老迈,书念人亚比萨正伺候王。 八世八向王屈身下拜,王说,你要慎魔。 他说,我主,你曾向婢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起事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 现在你看,亚多尼亚做王了,我主我王却不知道。 他宰了许多牛羊,肥独,请了王的众子和祭司亚比亚他,并元帅约押,唯独王的仆人所罗门,他没有请。 我主我王啊,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仰望你,等你小遇他们,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做你的位? 若不然,到我主我王与列祖同睡以后,我和我儿子所罗门必算为罪人了。 看啊,八十八海与王说话的时候,先知拿丹也进来了。 有人奏告王说,请看,先知拿丹来了,拿丹进到王前,脸浮余地。 拿丹说,我主我王啊,果然应许亚多尼亚说你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吗? 他今日下去,宰了许多牛羊,肥独,请了王的众子和军长,并祭司亚比亚他。 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吃喝,说,愿神庇佑亚多尼亚王。 唯独我,就是你的仆人和祭司撒都,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并王的仆人所罗门,他都没有请。 这是果然出乎我主我王吗? 王却没有告诉你的仆人,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做你的位? 大卫王回答说,叫把士巴来,把士巴救进来,站在王面前。 王启示说,我指着就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像尼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 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 于是,巴士巴脸浮于地,向王下拜,说,愿我主大卫王万岁。 大卫王又说,将祭司撒都,先知拿丹,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召来,他们就都来到王面前。 王对他们说,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使我儿子所罗门起我的骡子,送他下道积蓄。 在那里,祭司撒都和先知拿丹要告他做以色列的王,你们也要吹号,说,愿神庇佑所罗门王。 然后要跟随他上来,使他坐在我的位上,他要接续我做王。 我已派他做治理以色列和犹大的。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对王说,阿门,愿耶和华我主我王的,神也这样命定。 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使他的国位比我主大卫王的国位更大。 于是,祭司撒都,先知拿丹,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下去使所罗门其大卫王的骡子,将他送到积蓄。 祭司撒都就从账目中取了成告犹的脚来,用高高所罗门。 他们就吹号,众民都说,愿神庇佑所罗门王。 众民跟随他上来,且吹笛,大大欢乐,声音阵地。 亚多尼亚和所请的众客炎炎方毕,听见这声音。 约亚听见号声就说,城中为何有这响声呢? 他正说话的时候,不料,祭司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来了。 亚多尼亚对他说,进来吧,你是个勇士,必是报好信息。 约拿丹对亚多尼亚说,我们的主大卫王诚然立所罗门卫王了。 王差遣,祭司撒都,先知拿丹,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去使所罗门齐王的罗子。 祭司撒都和先知拿丹在积训已经高他作王。 众人都从那里欢呼着上来,声音使成响动,这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声音。 亚多尼亚的众客听见这话就都惊惧,起来撕散。 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 有人告诉所罗门说,请看,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现在抓住祭坛的脚,说,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启示,必不用刀杀仆人。 所罗门说,他若做中意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置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 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使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他就来向所罗门王下拜,所罗门对他说,你回家去吧。 《猎王记》上第二章,大魏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落。 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地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 这样,你无论做甚模式,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 耶和华必成就像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 他说,就不断仁做以色列的国位。 并且你知道,西鲁亚的儿子约亚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一铁的儿子亚马萨。 他在太平之时,流着二人的血,如在征战之时一样,将这血染了腰间树的带和脚上穿的鞋。 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坟墓。 你当恩代激烈人巴西来的种子,使他们常与你同习用餐,因为我躲避你哥哥压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 看啊,在你这里有巴护林的汴雅敏人,基拉的儿子是美。 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他却下约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启示说,我必不用刀将你致死。 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 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剑杀,流血下到坟墓。 大卫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 大卫做以色列王四十年,在西伯伦做王七年,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十三年。 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卫,他的国甚是坚固。 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去线所罗门的母亲巴士巴,巴士巴问他说,你来世卫平安吗?回答说,世卫平安。 又说,我有话对你说,巴士巴说,你说吧。 亚多尼亚说,你知道国源是归我的,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作王,不料,国反归了我兄弟,因他得国是出乎耶和华。 现在我有一件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巴士巴说,你说吧。 他说,求你请所罗门王将书念人亚比萨赐我为妻,因他必不推辞你。 巴士巴说,好,我必为你对王提说。 于是,巴士巴去线所罗门王,要为亚多尼亚提说,王起来迎接,向他下拜,就坐在位上,叫人为王母设一座位,他便坐在王的右边。 巴士巴说,我有一件小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王说,请母亲说,我必不推辞。 巴士巴说,求你将书念人亚比萨赐给你哥哥亚多尼亚为妻。 索罗门王对他母亲说,为何单替他求书念人亚比萨呢?也可以为他求国吧。 他是我的哥哥,他有祭司亚比亚,他和席鲁亚的儿子约亚为辅佐。 索罗门王就指着,耶和华启示说,亚多尼亚这话是自己送命,不然,愿神重重地降法于我。 耶和华建立我,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照着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家世。 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亚多尼亚今日必被致死。 于是,索罗门王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将亚多尼亚杀死。 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拿图归自己的田地去吧,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 索罗门就割除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 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使罗论以利加所说的话。 约牙虽然没有归从亚沙龙,却归从了亚多尼亚。 他听见这风声,就逃到耶和华的账母抓住祭坛的脚。 有人告诉索罗门王说,约牙逃到耶和华的账母,现今在祭坛的旁边,索罗门就拆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 说,你去将他杀死。 比拿亚来到耶和华的账母,对约牙说,王如此说,你出来吧。 他说,我不出去,我要死在这里,比拿亚就去回父王,说约牙如此如此回答我。 王对他说,你可以照着他的话形,杀死他,将他葬埋,好叫约牙流无辜人的血,从我和我的父家除掉。 耶和华必使约牙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幼义又好的人,就是以色列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犹大元帅一帖的儿子亚玛萨,我父亲大卫却不知道。 故此,留着二人血的罪,必归到约牙和他后裔的头上,直到永远,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与国,必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直到永远。 于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上去,将约牙杀死,葬在旷野约牙自己的公园里。 王就立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做元帅,代替约牙,又是祭司撒都,代替亚比亚他。 王差遣人将侍美召来,对他说,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居住,不可出来往别处去。 你当确实地知道,你何日出来过吉伦西,何日必死,你的血必归到自己的头上。 侍美对王说,这话甚好。 我主我王怎样说,你仆人必怎样行,于是侍美多日住在耶路撒冷。 过了三年,侍美的两个仆人逃到加特王玛家的儿子亚吉那里去。 有人告诉侍美说,看啊,你的仆人在加特。 侍美起来,背上驴,往加特到亚吉那里去找他的仆人,就从加特带他仆人回来。 有人告诉所罗门说,侍美出耶路撒冷往加特去,回来了。 王就差遣人将侍美照了来,对他说,我岂不是叫你指着耶和华起事,并且警戒你说你当确实地知道,你哪日出来往别处去,那日必死吗? 你也对我说,这话甚好,我必听从。 现在,你为何不遵守你指着耶和华起的事和我所嘱咐你的命令呢? 王又对侍美说,你向我父亲大卫所行的一切恶事,你自己心里也知道,所以耶和华必使你的罪恶归到自己的头上。 至于所罗门王毕得福,并且大卫的国卫必在,耶和华面前坚定,直到永远。 于是,王吩咐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他就去杀死侍美。 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 《猎王记》上第三章,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他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河,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 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众高丘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 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众高丘献祭烧香。 王上基便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高丘。 所罗门在那坛上献繁击一千。 在基便,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神说,你愿我赐你圣魔。 你可以瞧,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形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 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你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 你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 所以,求你赐你仆人会心,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 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 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兽,求父,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诵。 看啊,我已成就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 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猎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 你若效法,你父亲大位,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是你长寿。 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 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凡记和平安记,又为他众臣仆设摆言习。 一日,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 一个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她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 我生孩子后第三天,这妇人也生了孩子。 我们是同住的,除了我们二人之外,房中再没有外人。 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她的孩子。 她半夜起来,趁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她怀里,将她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 天要亮的时候,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 即是天亮,我细细地查看,不是我所生的孩子。 那妇人说,不然,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 这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 他们在王面前如此争论。 王说,这妇人说,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 那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 王就说,拿刀来人就拿刀到王面前来。 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 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急痛,就说, 我主啊,求你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总不可杀她。 那妇人却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只管把她披了吧。 那时,王回答说,将活孩子给这妇人,总不可杀她,这妇人实在是她的母亲。 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她,因为见她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 《猎王记》上,第四章,所罗门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他的臣子记在下面,撒都的儿子亚撒利亚做祭司。 世杀的两个儿子以利和列,亚西亚做书记,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使官。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做元帅,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 拿丹的儿子亚撒利亚做众力长,王的朋友拿丹的儿子撒不得做领袖。 亚西沙作家在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兰掌管福苦的人。 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了十二个官吏,是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每年个人供给医院。 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在以法连山地有护尔的儿子。 在马加斯、沙宾、博士迈、以伦、伯哈南有迪甲的儿子。 在亚鲁伯有西西的儿子,他管理缩割和西服全地。 在多尔全境,有亚比拿达之子,他娶了所罗门的女儿,他法为妻。 在他那和米吉多,并靠近萨拉他那,耶斯列下边的伯善全地。 从伯善到亚伯米和拉,直到约念之外,有亚西律的儿子巴拿。 在拉末基列有基别的儿子,他管理在基列的马拿西子孙雅尔的村庄。 巴山的亚尔哥伯地的大城六十座,都有城墙和铜栓。 在马哈念有一多的儿子,亚西拿达。 在拿夫塔利有亚西马斯,他也娶了所罗门的一个女儿,巴什摩为妻。 在亚舍和亚禄有护筛的儿子巴拿。 在以撒加有帕路亚的儿子约沙法。 在遍雅米有以拉的儿子世美。 在基列地,就是从前属亚摩利王西红和巴山王厄之地,有污吏的儿子级别一人管理。 由大和以色列的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 所罗门同管诸国,从大和到菲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 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 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系面三十戈尔,粗面六十戈尔,肥牛十只,草场的牛二十只,羊一百只,还有母鹿,公章鹿,天鹿,并肥秦。 所罗门管理大和这边的诸王,以及从提福萨直到加萨的全地,四经尽都平安。 所罗门在世的日子,由大和以色列,从淡到别世巴,个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 所罗门有套车的马四万,还有马兵一万二千。 那十二个官吏,各按个月攻击所罗门王,并一切与他同习之人的食物,一无所缺。 众人各按个分,将养马与独风陀的大麦和干草,送到官吏那里。 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 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 他的智慧胜过众人,胜过以色拉人以探,并马合的儿子西曼,加个达大的智慧。 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 他作真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无首。 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西草。 他又讲论飞禽走兽,爬物水族。 地上猎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拆人来听他的智慧话。 猎王记上第五章。 推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 他听见以色列人高所罗门,接续他父亲做王,就拆遣臣仆来献他。 所罗门也拆遣人去献西兰,说。 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剑殿, 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扶在他脚下。 但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的安静,因此没有仇敌,没有灾祸。 看啊,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剑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 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剑殿。 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黎巴嫩为我砍伐香百目,我的仆人也必与你的仆人同工。 我必都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 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 西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慎喜悦,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这众多的面。 西兰打发人去献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想过了,论到香百目和松目,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 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黎巴嫩运到海里,扎成筏子,扶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在那里拆开,你就可以收取,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 于是,西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百目和松目。 所罗门给西兰麦子二万戈尔,纯油二十戈尔,做他家的食物。 所罗门每年都是赐给西兰。 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质会给所罗门,西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 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众人中挑取福苦的人共有三万,派他们轮流每月一万人上黎巴嫩去,一个月在黎巴嫩,两个月在家里。 亚多尼兰掌管他们,所罗门用七万扛台的,八万在山上凿石头的。 此外,所罗门用三千三百都宫的监管工人,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利殿的根基。 所罗门的匠人和西兰的匠人,并切割石头的人,都将石头凿好,预备木料和石头建殿。 《猎王记》上第六章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四百八十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服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所罗门王位,耶和华所建的殿长六十轴,宽二十轴,高三十轴。 殿前的狼子长二十轴,与殿的宽窄一样,扩十轴。 又为殿做了狭隘的窗格,靠着殿墙,围着外殿内殿,造了三层旁屋。 下层宽五轴,中层宽六轴,上层宽七轴。 殿外旁屋的梁木搁在殿墙坎上,免得插入殿墙。 建殿是用还没有搬来就凿成的石头。 建殿的时候,堆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 在殿右边当中的旁屋有门,门内有旋逻的楼梯,可以上到第二层,从第二层可以上到第三层。 所罗门建殿,安置香柏木的洞梁,又用香柏木板遮盖。 靠着殿所造的旁屋,每层高五轴,香柏木的洞梁搁在殿墙坎上。 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 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位的话。 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 所罗门建造殿宇,殿里面用香柏木板贴墙,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又用松木板铺地。 他又在殿的寺旁,为内殿,为至圣之处,连地带墙用香柏木板建造,有二十丑。 内殿前的外殿,长四十丑。 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一概用香柏木遮蔽,上面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 殿里预备了内殿,好安放,耶和华的约柜。 内殿长二十丑,宽二十丑,高二十丑,墙面都贴上纯金,又用香柏木做弹。 包上纯金。 索罗门用纯金贴了殿内的墙,又用金链子挂在内殿前门扇,用金包裹。 全殿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内殿前的弹也都用金包裹。 他用橄榄木做两个基路膊,各高十肘,安在内殿。 这一个基路膊有两个翅膀,各长五肘,从这翅膀尖到那翅膀尖共有十肘。 那一个基路膊的两个翅膀也是十肘,两个基路膊的尺寸形象都是一样。 这基路膊高十肘,那基路膊也是如此。 他将两个基路膊安在内殿里,基路膊的翅膀是张开的,这基路膊的一个翅膀挨着这边的墙, 那基路膊的一个翅膀挨着那边的墙,里边的两个翅膀在殿中间彼此相接。 又用金子包裹二基路膊,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路膊,棕树和初开的花。 内殿,外殿的地板都贴上金子,又用橄榄木制造内殿的入口,门楣和门框有墙的五分之一。 在橄榄木做的两门扇上刻着基路膊、棕树和初开的花都贴上金子。 又用橄榄木制造外殿的门框,门口有墙的四分之一。 用松木做门两扇,这扇分两扇是折叠的,那扇分两扇也是折叠的。 上面刻着基路膊、棕树和初开的花都用金子贴了。 他又用凿成的石头三层,镶摆木一层建筑内院。 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服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 到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照样式造成。 他建殿共花七年,《猎王记》上第七章。 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工事,十三年方才造成。 又建造离八嫩林宫,长一百轴,宽五十轴,高三十轴。 有橡摆木柱四行,柱上有橡摆木驼梁。 其上以橡摆木未盖,每行柱子十五根,共有四十五根。 有窗户三层,窗与窗相对。 所有的门框都是后木建方的,有窗户三层,窗与窗相对。 并建造有柱子的狼子,长五十轴,宽三十轴。 在这狼前又有狼子,狼外有柱子和台阶。 又建造一狼,其中设立审判的座位,这狼从地到顶都用香摆木遮蔽。 狼后院内有所罗门住的宫室,工作与这工作相同。 所罗门又为所取法老的女儿建造一宫,做法与这狼子一样。 建造这一切所用的石头都是宝贵的,是按着尺寸凿成的,是用距离外聚齐的。 从根基直到岩石,从外头直到大院都是如此。 根基是宝贵的大石头,有长十轴的,有长八轴的。 上面有香摆木和按着尺寸凿成宝贵的石头。 大院周围有凿成的石头三层,香摆木一层,都照耶和华殿的内院和殿廊的样式。 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将护兰照了来。 他是拿夫塔利之派中一个寡妇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做铜匠的。 护兰满有智慧,聪明,技能,善于各样同坐。 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做王一切所要做的。 他制造两根铜柱,每根高十八轴,为十二轴。 又用铜柱了两个柱顶安在柱上,各高五轴。 柱顶上有装修的网子和拧成的链锁,每顶七个。 网子周围有两行石榴遮盖柱顶,两个柱顶都是如此。 狼子的柱顶静似肘,刻着百合花。 两柱顶上又有石榴,挨着网子,与古杜相对,各有两行石榴环绕,两行共有二百。 他将两根柱子立在殿狼前头,右边立一根,起名叫雅金,左边立一根,起名叫波阿斯。 在柱顶上刻着百合花。 这样,造柱子的宫就完毕了。 他又住一个铜海,样式是圆的高五轴,竟十轴为三十轴。 在海边之下,周围有野瓜的样式,每肘十瓜,共有两行,是驻海的时候驻上的。 有十二只铜牛驼海,三只向北,三只向西,三只向南,三只向东,海在牛上,牛尾都向内。 海后一掌,边如碑边,又如百合花,可容二千八特。 他用铜制造十个盆座,每座长四轴,宽四轴,高三轴。 做的造法是这样,四面都有鑫子,鑫子在鞭子当中。 鑫子上有狮子和牛,并积鹿薄,边上有小座,狮子和牛以下,有细薄的的樱落。 每盆座有四个铜轮和铜轴,小座的四角上在盆以下,有铸成的盆架,其旁都有樱落。 小座高一轴,口是圆的,彭幅座的样式,静一轴半,在口上有雕工,鑫子是四方的,不是圆的。 四个轮子在鑫子以下,轮轴与座相连,每轮高一轴半。 轮的样式如同车轮,轴,骨,圈,幅都是住的。 每座四角上都有盆架,是与座一同住成的。 座上有圆架,高半轴,座上有称子和鑫子,是与座一同住的。 在称子和鑫子上刻着鸡鹿薄,狮子和棕树,周围有阴落。 十个盆座都是这样,筑法,尺寸,样式相同。 又用铜制造十个盆,每盆可容四十八特。 盆镜四肘,在那十座上,每座安设一盆。 五个安在殿门的右边,五个放在殿门的左边, 又将海放在殿门的右旁东边与南边相对。 忽兰又造了盆,铲子和盘子。 这样,他为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功。 所造的就是,两根柱子和柱上两个如碗的顶,并两个盖柱顶的网子。 和四百石榴,安在两个网子上,每往两行,盖着两个柱上如碗的顶。 十个座和旗上的十个盆,海和海下的十二支牛,锅,铲子,盘子。 这一切都是忽兰给所罗门王用光亮的铜位耶和华的殿造成的。 世尊王命在约旦平原,书哥和撒拉但中间极交泥铸成的。 这一切所罗门都没有过称,因为甚多,铜的轻重也无法可查。 所罗门又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坛和陈设柄的金桌子。 内殿前的纯金竹台,右边五个,左边五个,并齐上的金花,灯斩,蜡简。 与纯金的碗,盆,蜡简,吊羹,香炉,以及至盛之处内殿的金门书和外殿的金门书。 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功,就把他赴大卫分别卫胜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的府库里。 列王记上第八章,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 并以色列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王前,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运上来。 以他念月,就是七月,在节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 以色列长老来到,祭司便抬起约柜。 祭司和立位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 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约柜前献牛羊魏祭,多得不可胜数。 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到至圣之处,就是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 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台柜的杠。 他们把杠抽出,杠头在内殿前的圣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 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和列山所放的。 除此以外,并无别物。 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共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 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 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 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 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亲口向我傅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 说,自从我领我们以色列出埃及那日以来, 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名的居所, 但拣选大卫治理我们以色列。 所罗门说,我傅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 耶和华却对我傅大卫说,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 只是你不可建殿,为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 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 使我接续我傅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 又为耶和华以色列,耶和华神的名建造了殿。 我也在其中为约贵预备一处。 约贵内有,耶和华的约, 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 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 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是慈爱。 向你仆人我傅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 你也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傅大卫的话说, 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 在我眼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 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 现在求你应验这话。 以色列的,神啊, 求你成就向你仆人我傅大卫所应许的话, 只是神果真住在地上吗? 看啊,天和诸天之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 何况我所见的这殿呢? 耶和华,我的,神啊, 虽然如此,求你垂顾你仆人的祷告呼求, 抚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 愿你昼夜看顾这殿, 就是你应许立位你名的居所, 求你垂听你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 你仆人和你名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 垂听而饶恕。 人若得罪邻居, 有人叫他启示, 他来到这殿, 在你的坛前启示。 求你在天上垂听, 判断你的仆人, 定恶人有罪, 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 定义人有礼, 照他的意待他。 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 败在仇敌面前, 又归向你, 承认你的名, 在这殿里祈求祷告。 求你在天上垂听, 饶恕你民以色列的罪, 领他们归回, 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你的民因得罪你, 你惩罚他们, 使天闭塞不下雨。 他们若向此处祷告, 承认你的名, 离开他们的罪。 求你在天上垂听, 饶恕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 将荡刑的善道指教他们, 且降雨在你的地, 就是你赐给你民畏业之地。 国中若有饥荒, 瘟疫, 汗风, 煤烂, 蝗虫, 毛虫, 或有仇敌犯境围困成义, 无论遭遇慎魔灾祸疾病。 你的民以色列, 或是众人, 或是义人, 心里自觉有灾, 向这殿举手, 无论祈求慎魔, 祷告慎魔。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饶恕, 你是知道人心的, 要照个人所行地待他们, 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 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 一生一世敬畏你, 论道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 为你民从远方而来, 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 并伸出来的绑壁, 向这点祷告。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 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 使地上众民都认识你的民, 敬畏你, 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样, 又是他们, 知道我建造的这殿, 是称为你名下的。 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 无论往何处去仇敌征战, 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 与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祷告, 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 使他们得胜。 你的民若得罪你, 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 你向他们发怒, 将他们交给仇敌, 掳到仇敌之地, 或远或近。 他们若在掳道之地想起罪来, 便懊悔, 恳求你说, 我们有罪了, 又行叛逆了, 我们作恶了。 他们若在掳道之地, 尽心尽兴归服你, 又向自己的地, 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和你所选择的城, 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 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 为他们申冤。 饶恕得罪你的民, 饶恕他们的一切过犯, 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 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 你的产业, 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的。 愿你的眼目看顾你的仆人, 听你民以色列的祈求, 无论何时向你祈求, 愿你垂听。 主耶和华啊, 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众民中, 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 是赵尼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 及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 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 向天举手, 在耶和华面前祷告, 祈求以毙, 就起来。 站着, 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 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安息给他的民以色列, 凡及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 一句都没有落空。 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 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 不披下我们, 不丢弃我们, 使我们的心归向他, 遵行他的道, 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 律例, 典章。 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 愿与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相近, 每是为他仆人与他民以色列伸冤, 使地上的众民都知道唯独, 耶和华是神, 并无别神。 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完全的心, 遵行他的律例, 谨守他的诫命, 至终如今日一样。 王和以色列众民一同在耶和华面前献祭, 所罗门向耶和华献一祭分的平安祭, 用牛二万二千, 杨氏二万。 这样, 王和以色列众民为耶和华的殿行奉献之礼。 当日, 王因耶和华殿前的同坛太小, 容不下凡祭、 宿祭和平安祭生的知友, 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卫胜, 在那里献凡祭、宿祭和平安祭生的知友。 那时, 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 就是从进入哈玛的入口, 直到埃及小河,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 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首节七日又七日, 共十四日。 第八天, 王遣散众民, 他们都为王祝福。 因见, 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 就都心中喜乐, 各归各家去了。 《猎王记》上第九章, 所罗门建造, 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 耶和华就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 如先前在积遍向他显现一样。 耶和华对他说, 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 我都听云了。 我已将你所见的这点分别为圣, 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 我的眼, 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 你若效法你父大卫, 存诚实正直的心形在我面前, 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谨守我的律例典章。 我就必兼顾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 直到永远, 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 你的子孙必不断仁做以色列的宝座。 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 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 去侍奉敬拜别神。 我就必将以色列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捡出, 并且我为几名所分别为圣的这点也必舍弃不顾, 以色列必在众民中做俗坛, 被计较。 这点虽然甚高, 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 赤笑, 说耶和华为何像这地和这点如此行呢? 人必回答说, 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支耶和华他们的, 神去亲近众别神, 侍奉敬拜他们, 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 所罗门建造, 耶和华殿和王宫这两所二十年才完毕了。 推罗王西兰曾照所罗门所要的资助他香柏木、松木和金子, 所罗门王就把加利利地的二十座城给了西兰。 西兰从推罗出来, 查看所罗门给他的诚意就不喜悦, 说, 我兄啊, 你给我的是甚么诚意呢? 他就给这诚意之地起名叫加布勒直到今日。 西兰给所罗门一百二十他连得金子, 所罗门王挑取福苦的人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 自己的宫, 米罗, 耶路撒冷的城墙, 夏索, 米吉多, 并基色。 先前埃及王法老上来供取基色, 用火焚烧, 杀了城内居住的迦南人, 将城赐给他女儿所罗门的七座庄帘。 所罗门建造基色, 夏伯, 河伦, 巴拉, 并国中旷野里的达末, 又建造所有的积货城, 并屯车和马兵的城, 与耶路撒冷, 黎巴嫩, 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建造的。 至于国中所剩下部署以色列人的亚摩利人, 赫人, 比利喜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 就是以色列人不能灭尽的, 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 做福苦的奴仆, 直到今日。 唯有以色列人, 所罗门不使他们做奴仆, 乃是做他的战士, 臣仆, 统领, 军长, 车兵厂, 马兵厂。 所罗门有五百五十都宫的监管工人, 法老的女儿从大卫城搬到所罗门为他建造的宫里, 那时, 所罗门才建造米罗, 所罗门每年三次在他为耶和华所住的坛上献凡记和平安记, 又在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烧香, 这样他建造殿的工程完毕了, 所罗门王在以东地红海边, 靠近以路的以寻加别制造船只, 西兰差遣他的仆人, 就是熟悉泛海的船家, 与所罗门的仆人一同坐船航海, 他们到了俄斐, 从那里得了四百二十他连德金子, 运到所罗门王那里, 《猎王记》上第十章, 是巴女王听见所罗门音, 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 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吻所罗门, 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 又有骆驼驼着香料, 宝石和许多金子, 他来见了所罗门王, 就把心里所有的与所罗门谈论, 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 没有一句不明白, 不能答的, 是巴女王献所罗门大有智慧, 和他所建造的公式, 席上的真凶美味, 群臣分裂而坐, 仆人两旁势力, 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 和酒正的衣服装饰, 又献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 就诧异的零不附体, 对王说, 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 我先不信那些话, 即使我来亲眼献了, 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不料还不到一半, 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 你的臣子, 你的仆人, 常势力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 耶和华你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喜悦你, 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 因为耶和华永远爱以色列, 所以立你做王, 使你秉公行义, 于是, 是八女王将一百二十他连得金子和宝石, 与极多的香料送给索罗门王, 他送给王的香料, 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 西兰的船只从俄斐运了金子来, 又从俄斐运了许多檀香木和宝石来, 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做栏杆, 又为歌唱的人做琴色, 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进过来, 也没有人看见过, 直到如今, 是八女王一切所要所求的, 索罗门王都送给他, 另外照自己的后裔馈送他, 于是女王和他臣仆转回本国去了, 索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 共有666他连德, 另外还有商人, 买卖香料的商人和阿拉伯的猪王, 与国中的省长所尽的金子, 索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党牌200面, 每面用金子600摄克勒, 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300面, 每面用金子三磅都放在黎巴嫩林宫里, 并且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宝座, 用金金包裹, 宝座有六层台阶, 坐到后背是圆的, 两旁有扶手, 靠近扶手有两个狮子站立, 六层台阶上有12个狮子站立, 每层有两个,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 索罗门王一切的隐气都是金子的, 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纯金的, 没有一样是银子做的, 索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圣魔, 因为王有他师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海, 三年一次装载金银, 象牙, 猿猴, 孔雀回来, 索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地上的猎王, 全地上的王都求见索罗门, 要听神安置在他心里的智慧的话, 他们各代共武就是金器, 银器, 衣服, 盔甲, 香料, 罗马, 每年有一定之力, 索罗门聚集战车马兵, 有战车一千四百辆, 马兵一万二千名, 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 就是王那里, 王在耶路撒冷是银子多如石头, 香柏木多如谷中的桑树, 索罗门的马, 是从埃及带来的并喜马沙, 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喜马沙来的, 从埃及买来的车, 每辆驾银六百摄克勒, 马每匹一百五十摄克勒, 赫仁诸王和叙利亚诸王所买的车马, 也是按着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 《猎王记》上第十一章, 索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 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 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 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 问到这些国的人, 耶和华曾小裕, 以色列人说, 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 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 去随从他们的众神, 索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 索罗门有妃七百, 都是公主, 还有嫔三百, 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 索罗门年老的时候, 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 去随从种别神, 不效法他父亲大卫, 完全地心顺服, 耶和华他的神, 因为索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路, 和亚门人可憎的神弥勒公, 索罗门行, 耶和华眼中看魏恶的事, 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 耶和华, 索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 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 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 建筑高丘, 他为那些向自己的众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 就是他取来的妃嫔, 也是这样行, 耶和华向索罗门发怒, 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 他却没有遵守, 耶和华所吩咐他, 所以, 耶和华对他说, 你既行了这事, 不遵守我所吩咐你手的约和律例, 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 然而, 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 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时, 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 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 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 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 耶和华是以东人哈达兴起, 做所罗门的敌人, 他是以东王的后裔, 先前大卫攻击以东, 元帅约压上去藏埋阵亡的人, 将以东的南丁都杀了, 约压和以色列众人在以东住了六个月, 直到将以东的南丁禁都捡出, 那时哈达还是幼童, 他和他父亲的尘徒, 几个以东人逃往埃及, 他们从米殿起行, 到了巴兰, 从巴兰带着几个人来到埃及, 献埃及王法老, 法老为他派定粮食, 又给他房屋土地, 哈达在法老眼前大蒙恩惠, 以致法老将王后达比尼的妹子赐他为妻, 达比尼的妹子给哈达生了一个儿子, 名叫基努巴, 达比尼使基努巴在法老的宫里断奶, 基努巴就与法老的重子一同住在法老的宫里, 哈达在埃及听见大卫与他列祖同睡, 元帅约压也死了, 就对法老说, 求王荣我回本国去, 法老对他说, 你在我这里有肾魔缺乏, 你竟要回你本国去呢? 他回答说, 我没有缺乏肾魔, 只是求王荣我回去, 神又是以利亚大的儿子力训兴奇, 做所罗门的敌人, 他先前逃避主人索巴王哈达底线, 大卫击杀索巴人的时候, 力训召聚了一群人, 自己做他们的头目, 往大马士革居住, 在那里做王, 所罗门活着的时候, 哈达未患之外, 力训也做以色列的敌人, 他恨恶以色列, 且做了叙利亚的王, 所罗门的臣仆, 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 也举手公鸡王, 他是以法联支派的习利达人, 他母亲是寡妇, 名叫习鲁阿, 他举手公鸡王的缘故, 乃由先前所罗门建造米罗, 修补他父亲大魏城的破口, 耶罗伯安是大能的勇士, 所罗门见着少年人殷勤, 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功成, 一日, 耶罗伯安出了耶路撒冷, 世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 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 他们二人在田野, 以外并无别人, 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丝成十二片, 对耶罗伯安说, 你可以拿十片,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看啊, 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 将十个支派赐给你, 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 仍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 因为他们离弃了我, 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路, 摩押的神基摩, 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 没有遵从我的道, 行我眼中看卫正的是, 守我的律力点章, 像他父亲大卫一样, 但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夺回, 使他终身卫军, 是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 谨守我的诫命律力, 我必从他儿子的手里将国夺回, 以十个支派赐给你, 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 使我仆人大卫, 在我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 在我面前常有灯光, 我必拣选你, 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 做王治理以色列, 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遵行我的道, 行我眼中看卫正的是, 谨守我的律力诫命, 向我仆人大卫所行的, 我就与你同在, 为你立坚固的家, 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 将以色列赐给你, 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 使大卫后裔受患难, 但不至于永远, 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波安, 耶罗波安却起身逃往埃及, 到了埃及王士撒那里, 就住在埃及, 直到所罗门死了, 所罗门其余的是, 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 不都写在所罗门记上吗,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 亡贡四十年, 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 他儿子罗波安接许他作王, 列王记上第十二章, 罗波安往事件去, 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事件, 要理他作王, 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 先前躲避所罗门王, 逃往埃及, 住在那里, 他听见这事, 以色列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 耶罗波安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 对罗波安说, 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 做苦工, 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 负的重恶轻松些, 我们就侍奉你, 罗波安对他们说, 你们暂且去, 第三天再来献我, 您就去了, 罗波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 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 罗波安王和他们商议, 说, 你们给我出个甚魔主意, 我好回复这面, 老年人对他说, 现在王若服侍这名如仆人, 用好话回答他们, 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 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 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 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 说, 这民对我说, 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 求你使我们轻松些, 你们给我出个甚魔主意, 我好回复他们, 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 这民对王说, 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 求你使我们轻松些, 王要对他们如此说, 我的小拇指头, 比我父亲的腰还粗, 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 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 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 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耶罗伯安和众百姓, 遵征罗伯安王所说, 你们第三天再来献我的那话, 第三天, 他们果然来了, 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 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 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民说, 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 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 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 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王不肯依从百姓, 这是乃出于耶和华, 为要应验他吉士罗人, 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 耶罗伯安所说的话, 以色列众民献王不依从他们, 就对王说, 我们与大卫有甚么分呢, 与耶稀的儿子并没有关设, 以色列啊, 各回个家去吧, 大卫啊, 自己雇自己吧, 于是, 以色列都回自己家里去了, 唯独驻犹大成义的以色列人, 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 那时, 罗伯安王差遣掌管共享之人的亚多兰, 往以色列人那里去, 以色列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 罗伯安王急忙上车, 逃回耶路撒冷去了, 这样, 以色列背叛大卫家, 直到今日, 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伯安回来了, 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 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除了犹大支派以外, 没有顺从大卫家的, 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 招聚犹大全家和汴亚敏支派的人, 共十八万都是挑选的战士, 要与以色列家争战, 好将国夺回, 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 但神的话临到, 神的人是玛雅, 说, 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 犹大王罗伯安和犹大, 便雅敏全家, 并其余的民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争战, 各归个家去吧, 因为这是出于我, 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 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 耶罗伯安在以法连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 又从事件出去建筑皮努伊勒, 耶罗伯安心里说, 恐怕这国仍归大为家, 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 在耶和华的殿里陷阱, 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游大王罗伯安, 就把我杀了, 仍归游大王罗伯安, 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 铸造了两个金牛犊, 对众民说, 以色列啊, 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 看啊, 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众神, 他就把牛犊一支安在伯特利, 一支安在丹, 这是叫百姓献在罪里, 因为他们网诞去敬拜那牛犊, 耶罗伯安在众高丘那里建殿, 将那部署立位子孙的凡民立为祭司, 耶罗伯安定8月15日为节期, 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 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 又将立位众高丘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 他在8月15日, 就是他凭己心意所定的月日, 为以色列人历做节期的日子, 在伯特利坛上献祭烧香, 《猎王记》上第13章, 那时忽然有一个神的人奉耶和华的命, 从犹大来到伯特利, 耶罗伯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 他奉耶和华的命向谭呼叫, 说,谭啊,谭啊,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 名叫约西亚, 他必将种高丘的祭司, 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 陷在你上面, 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 当日, 神的人设个预兆, 说, 这是耶和华所说的预兆, 看啊, 这坛必破裂, 坛上的灰笔倾洒, 耶罗伯安王听见, 神的人向伯特利的谭所呼叫的话, 就从坛上伸手, 说, 拿住它吧, 王向, 神的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 不能弯回, 坛也破裂了, 坛上的灰青洒了, 正如神的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 王队, 神的人说, 请你为我祷告, 求耶和华你, 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 于是, 神的人祈祷, 耶和华, 王的手就复了原, 仍如寻常一样, 王队, 神的人说, 请你同我回家, 假天心力, 我也必给你赏赐, 神的人对王说, 你就是把你的公仪办给我, 我也不同你进去, 也不在这地方吃饼喝水, 因为有, 耶和华的话嘱咐我, 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饼喝水, 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 于是, 神的人从别的路回去, 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 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 他儿子们来, 将神的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 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 父亲问他们说, 神的人从哪条路去了呢, 儿子们就告诉他, 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 神的人所去的路, 老先知就对他儿子们说, 你们为我备驴, 他们为他备好了驴, 他就骑上, 去追赶, 神的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 就问他说, 你是从犹大来的, 神的人不是? 他说, 是, 老先知对他说, 请你同我回家吃饼, 神的人说, 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 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饼喝水, 因为有, 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 你在那里不可吃饼喝水, 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 老先知对他说, 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 有天使奉, 耶和华的命对我说, 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 叫他吃饼喝水, 这都是老先知欺哄他, 于是, 神的人同老先知回去, 在他家里吃饼喝水, 二人坐席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临到那代, 神的人回来的先知, 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的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 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 反倒回来, 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饼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 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 吃喝完了, 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贝驴, 他就去了, 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 将他咬死, 狮身倒在路上, 驴站在狮身旁边, 狮子也站在狮身旁边, 恰巧有人从那里经过, 看见狮身倒在路上, 狮子站在狮身旁边, 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 述说这事, 那代, 神的人回来的先知, 听见这事, 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的人, 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 狮子抓伤他, 杀死他是应验, 耶和华对他说的话, 老先知就告诉他儿子们说, 你们为我背驴, 他们就为他背了驴, 他去了, 看见神的人的尸身倒在路上, 驴和狮子站在尸身旁边, 狮子却没有吃尸身, 也没有抓伤驴, 老先知就把神的人的尸身驮在驴上, 带回自己的城里, 要哀哭他, 葬埋他, 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 哀哭他, 说, 哀哉, 我凶了, 安葬之后, 老先知对他儿子们说, 我死了, 你们要葬我在神的人的坟墓里, 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 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 指着伯特利的坛, 和撒玛利亚各成有众高丘之殿所说的话, 必定应验, 这是以后, 耶罗伯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 将凡民立位众高丘的祭司, 凡愿意的, 他都分别为圣, 立位众高丘的祭司, 这是叫耶罗伯安的家陷在罪里, 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 《猎王记》上第十四章, 那时, 耶罗伯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 耶罗伯安对他的妻说, 你可以起来乔装, 使人不知道你是耶罗伯安的妻, 往士罗去, 看啊, 在那里有先知亚西亚, 他曾告诉我说, 我必做这民的王, 现在你要带十个饼, 与几个薄饼和一瓶蜜去献他, 他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 耶罗伯安的妻就这样行, 起身往士罗去, 到了亚西亚的家, 亚西亚因年纪老迈, 眼目发直, 不能看见, 耶和华先小于亚西亚说, 看啊, 耶罗伯安的妻要来问你, 因他儿子病了, 你当此次如此告诉他, 他进来的时候, 必装作别的妇人, 他刚进门, 亚西亚听见他脚步的响声, 就说, 耶罗伯安的妻, 进来吧, 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 我奉差遣, 将凶事告诉你, 你回去告诉耶罗伯安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我从民中将你高举, 立你做民以色列的君, 将国从大魏家夺回赐给你, 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魏, 遵守我的诫命, 一心顺从我, 行我眼中看位正的事, 你所行的恶道比那在你已先的更甚, 因为你离弃我, 为自己造了别神, 助了众相, 惹我发怒, 将我丢在背后, 因此看啊, 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伯安的家, 将属耶罗伯安对墙撒尿的人, 无论困住的, 自由的, 都从以色列中捡除, 必出进耶罗伯安的家, 如人出进粪土一般, 凡属耶罗伯安的人, 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 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 这是耶和华所说的, 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 你的脚一进城, 你儿子就必死了, 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 将他葬买, 凡属耶罗伯安的人, 唯有他得入坟墓, 因为在耶罗伯安的家中, 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 并且, 耶和华必另立一王, 治理以色列, 到了日期, 他必检除耶罗伯安的家, 那日期已经到了, 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 是以色列摇动, 像水中的芦苇一般, 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帝上拔出来, 分散在大河那边, 因为他们作数从惹耶和华发怒, 因耶罗伯安所犯的罪, 又是以色列陷在罪里, 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交给仇敌, 耶罗伯安的七起身回去, 到了德萨, 刚到门槛, 儿子就死了, 以色列众人将他葬埋, 为他哀哭, 正如耶和华及他仆人先知亚西亚所说的话, 耶罗伯安其余的是, 他怎样征战, 怎样作王, 都正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耶罗伯安作王22年, 就与他列祖同睡, 他儿子拿达, 接续他作王, 所罗伯安的儿子罗伯安作尤大王, 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 在耶路撒冷, 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之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 作王17年, 罗伯安的母亲名叫南玛, 是亚门人, 尤大在耶和华眼中行了恶事, 犯罪触动他的愤恨, 比他们列祖所行的更甚, 因为他们在各高纲上, 各清脆树下, 为他们建筑众高丘, 立项和树丛, 国中也有效法所多马人的, 由大人效法, 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列国, 行一切可憎恶的事, 罗伯安王第五年, 埃及王世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 夺了, 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 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 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 代替那金盾牌, 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常看守, 往美逢进耶和华的殿, 护卫兵就拿这盾牌, 随后仍将盾牌送回, 放在护卫房, 罗伯安其余的是, 凡他所行的, 不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吗? 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 罗伯安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魏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母亲名叫拿马, 是亚门人, 他儿子亚比央揭许他作王, 《猎王记》上第十五章, 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王十八年, 亚比央登基作犹大王, 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年, 他母亲名叫马家, 是压沙龙的女儿, 亚比央行他父亲, 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 他的心不像他祖大魏的心, 完全顺服耶和华他的神, 然而, 耶和华他的神因大魏的缘故, 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 叫他儿子接续他作王, 建立耶路撒冷, 因为大魏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 都是行, 耶和华眼中看卫正的事, 一生没有违背, 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罗伯安在世的日子, 常与耶罗伯安征战, 亚比央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不都写在犹大猎王记上吗? 亚比央常与耶罗伯安征战, 亚比央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魏的城里, 他儿子亚撒接续他作王, 以色列王耶罗伯安二十年, 亚撒登基作犹大王, 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一年, 他祖母名叫玛加, 是压沙龙的女儿, 亚撒效法他祖大魏行, 耶和华眼中看魏正的事, 从国中除去效法索多玛人的, 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 并且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 因他在树丛中造了一个偶像, 耶和华的话, 临到哈纳尼的儿子先知耶护, 责备巴沙和他的家, 因他行, 耶和华眼中看魏恶的一切事, 以他手所做的惹, 耶和华发怒, 像耶罗伯安的家一样, 又因他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 尤大王亚撒26年, 巴沙的儿子以拉, 在德撒登基做以色列王贡二年, 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心力背叛他, 当他在德撒家宰亚撒家里喝醉的时候, 心力就进去杀了他, 窜了他的胃, 这是尤大王亚撒27年的事, 心力登基, 一坐上王位就杀了巴沙的全家, 连他的亲属朋友中对强撒尿的心力没有留下一个, 心力这样灭绝巴沙的全家, 正如耶和华极先知耶虎责备巴沙的话, 这是因巴沙和他儿子以拉的一切罪, 就是他们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那罪, 以虚无的神惹, 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 以拉其余的是, 凡他所行的, 不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吗? 尤大王亚撒27年, 心力在德撒作王7日, 那时, 明镇安营围攻菲利士的基比顿, 民在营中听说心力背叛, 又杀了王, 故此, 以色列众人当日在营中立军中的元帅, 暗力做以色列王, 暗力率领以色列众人, 从基比顿上去围困德撒, 心力现成破施, 就进了王宫的卫所, 放火焚烧宫殿, 自焚而死, 这是因他犯罪, 行, 耶和华眼中看魏恶的事, 行耶罗波安所行的, 犯他是以色列现在罪里的那罪, 心力其余的事, 和他背叛的情形, 不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吗? 那时, 以色列民分位两半, 一半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 要立他作王, 一半随从案例, 但随从案例的民, 胜过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的民, 提比尼死了, 案例就作了王, 犹大王亚撒三十一年, 案例登基作以色列王贡十二年, 再得撒作王六年, 案例用二他连得银子, 向撒马买了撒马利亚山, 在山上造成, 就按着山的原主撒马的名, 给所造的城起名叫撒马利亚, 案例行, 耶和华眼中看未恶的事, 比他以前的猎王作恶更甚, 因他行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行的, 犯他是以色列现在罪里的那罪, 以虚无的神惹, 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 案例其余的事, 和他所显出的永利, 不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吗? 案例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撒马利亚, 他儿子亚哈揭许他作王, 犹大王亚撒38年, 案例的儿子亚哈登基, 做了以色列王, 案例的儿子亚哈, 在撒马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 案例的儿子亚哈行, 耶和华眼中看未恶的事, 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 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 他还以为亲, 又娶了西顿王爷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 去侍奉敬拜巴利, 在撒马利亚建造巴利的庙, 在庙里为巴利祝坛, 亚哈又造了一个树丛, 亚哈所行的惹, 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 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 亚哈在位的时候, 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 立根基的时候, 丧了长子亚比兰, 安门的时候, 丧了幼子西哥, 正如耶和华吉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 《猎王记》上第十七章, 激烈居住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 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奇事, 这几年我若不祷告, 避不降路, 不下雨, 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 你离开这里往东去, 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里西旁, 你要喝那西里的水, 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 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前的基里西旁, 乌鸦早晚给他带饼和肉来, 他也喝那西里的水, 过了些日子, 西水就潜了, 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 耶和华的话领导他说, 你起身往西顿的撒罗法去, 住在那里, 看啊, 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 以利亚就起身往撒罗法去, 到了城门, 现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 以利亚呼叫她说, 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 她去取水的时候, 以利亚又呼叫她说, 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 她说,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奇事, 我没有饼, 坛内只有一把面, 瓶里只有一点油, 看啊, 我正在找两根柴, 我好回家为我和我儿子做饼, 好叫我们吃了就死吧, 以利亚对她说, 不要惧怕, 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 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 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坛内的面必不减少, 瓶里的油必不缺短, 直到耶和华食欲降在地上的日子, 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 她和她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 坛内的面果不减少, 瓶里的油也不缺短, 正如耶和华及以利亚所说的话, 这些事以后, 做那家主母的妇人, 她儿子病了, 病得慎重, 以至身无气息, 妇人对以利亚说, 神的人啊, 我与你何干? 你进到我这里来, 使神想念我的罪, 以至我的儿子死呢? 以利亚对她说, 把你儿子交给我, 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 抱到她所住的楼中, 放在自己的床上, 就呼求, 耶和华说, 耶和华我的, 神啊, 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 你就降祸于她, 使她的儿子死了吗? 以利亚三次扶在孩子的身上, 呼求, 耶和华说, 耶和华我的, 神啊, 求你使这孩子的元魂扔入她的身体。 耶和华听云以利亚的话, 孩子的元魂扔入她的身体, 她就活了。 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 进屋子交给她母亲, 说, 看啊, 你的儿子活了。 妇人对以利亚说, 现在我知道你是神的人, 耶和华吉尼口所说的话是真的。 猎王记上第十八章, 过了许久, 到第三年, 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 你去使亚哈德献你, 我要降雨在地上。 以利亚就去, 要使亚哈德献她。 那时, 撒玛利亚有大饥荒, 亚哈将她的家在俄巴底照了来。 俄巴底甚是敬畏, 耶和华。 耶喜别杀, 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 俄巴底将一百个先知藏了, 每五十人藏在一个洞里, 拿饼河水供养它们。 亚哈对俄巴底说, 我们走遍这地, 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西边, 或者找的这青草, 可以救活罗马, 免得绝了牲畜。 于是, 二人分地经过, 亚哈独走一路, 俄巴底独走一路。 俄巴底在路上恰与以利亚相遇, 俄巴底认出他来, 就脸浮在地, 说, 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 回答说, 是, 你去告诉你主人说, 你看见以利亚在这里。 俄巴底说, 我有肾魔罪, 你竟要将你仆人 交在亚哈手里, 使他杀我呢。 我指着永生, 耶和华你的, 神启示, 无论哪一帮哪一国, 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 若说你没有在那里, 就必使那帮那国的人启示说, 实在是找不着你。 现在你说, 要去告诉你主人说, 你看见以利亚在这里, 恐怕我一离开你, 耶和华的, 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 这样, 我去告诉亚哈, 他若找不着你, 就必杀我, 然而我你仆人却是自幼敬畏, 耶和华的。 也许别杀, 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 我将耶和华的一百个先知藏了, 每五十人藏在一个洞里, 拿饼喝水供养他们, 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 现在你说, 要去告诉你主人说, 我看见以利亚在这里, 他必杀我。 以利亚说, 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大军之, 耶和华启示, 我今日必使亚哈得陷我。 于是, 俄巴迪去迎着亚哈, 告诉他, 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 亚哈献了以利亚, 便说, 是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 以利亚回答说, 是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 乃是你和你父家, 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的诫命, 并且你随从诸巴黎。 现在你当差遣人, 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黎的那四百五十个先知, 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树从的那四百个先知, 是他们都上加密山去献武。 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 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 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 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 若巴黎是神就当顺从巴黎, 众民向他一言不答。 以利亚对众民说, 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 巴黎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人。 当给我们两只公牛犊, 巴黎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 切成筷子放在柴上, 不要点火, 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 也不点火。 您求告你们众神的名, 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 那将火显映的神就是神众名回答说, 这话甚好。 以利亚对巴黎的先知说, 你们既是人多, 当先挑选一只公牛犊, 预备好了, 就求告你们众神的名, 却不要点火。 他们将所得的公牛犊预备好了, 从早晨到午间, 求告巴黎的名说, 巴黎啊, 求你听云我们, 却没有声音, 没有音韵的。 他们在所住的弹四围涌跳, 到了正午, 以利亚嬉笑他们, 说, 大声呼求吧, 因为他是神, 他或说话, 或赶路, 或行路, 或睡觉, 你们必须叫醒他。 他们大声呼求, 按着他们的规矩, 用刀枪自割, 自刺, 直到身体流血。 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 他们狂呼乱叫, 却没有声音, 没有音韵的, 也没有理会的。 以利亚对众民说, 你们到我这里来, 众民就到他那里。 他便重修已经毁坏, 耶和华的坛。 以利亚照雅各子孙之派的树木, 取了十二块石头。 耶和华的话, 曾临到雅各说, 你的名要叫以色列。 用这些石头为, 耶和华的名著一座坛, 在坛的四围挖钩, 可容骨重二锡啊。 又在坛上摆好了柴, 把公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 对众人说, 你们用四个桶成满水, 倒在梵祭和柴上。 又说, 到第二次, 他们就到第二次。 又说, 到第三次, 他们就到第三次。 水流在坛的四围, 沟里也满了水。 到了献晚祭的时候, 先知以利亚进前来, 说, 亚伯拉罕, 以撒, 以色列的, 神, 耶和华啊, 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 神, 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 又是奉你的命行了这一切事。 耶和华啊, 求你听云我, 听云我, 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 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新回转。 于是, 耶和华降下火来, 烧尽繁迹, 木柴, 石头, 尘土, 又烧前沟里的水。 众民看见了, 就脸浮在地, 说, 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以利亚对他们说, 拿住八粒的先知, 不容一人逃脱, 众人就拿住他们。 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 在那里杀了他们。 以利亚对亚哈说, 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 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 亚哈就上去吃喝, 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 她下伏在地, 将脸伏在两溪之中。 对仆人说, 你上去向海观看, 仆人就上去观看, 说, 没有圣魔。 他说, 你再去观看, 如此七次。 第七次仆人说, 我看见有一小片云 从海里上来, 不过如人手那样大。 以利亚说, 你上去告诉亚哈, 荡套车下去, 免得被雨阻挡。 煞世间, 天因风云黑暗, 降下大雨。 亚哈就坐车 往耶斯列去了。 耶和华的手临在以利亚身上, 他就竖上腰, 奔在亚哈前头, 直到耶斯列的城门。 《猎王记》上第十九章, 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 和他用刀杀中先知的事 都告诉耶喜别。 耶喜别就差遣人去献以利亚, 告诉他说, 明日约在这时候, 我若不使你的性命 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 怨重神明重重地降伐于我。 伊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 到了犹大的别, 十八, 将仆人留在那里。 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 来到一棵罗腾树下, 就坐在那里求死, 说, 耶和华呀, 够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他就躺在罗腾树下, 睡着了。 忽然有一个天使拍他, 说, 起来吃吧。 他观看, 线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 他就吃了喝了, 仍然躺下。 耶和华的天使第二次来拍他, 说, 起来吃吧, 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 他就起来吃了喝了, 仗着这饮食的力, 走了四十昼夜, 到了, 神的山就是和列山。 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 就住在洞中。 忽然, 耶和华的话领导他说, 以利亚呀, 你在这里做圣魔。 他说, 我为耶和华大军之神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 拆毁了你的坛,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锁我的命。 耶和华说, 你出来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 那是县, 耶和华从那里经过, 在耶和华面前有裂锋大作, 崩山碎石, 耶和华却不在风中, 风后地震, 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地震后有火, 耶和华也不在火中, 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以利亚听见, 就用外衣蒙上脸, 出来站在洞的入口。 忽然有声音向他说, 以利亚呀, 你在这里做圣魔。 他说, 我为耶和华大军之神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 拆毁了你的坛,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锁我的命。 耶和华对他说, 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阁去, 到了那里, 就要高哈学做叙利亚王。 幼高宁士的孙子耶护座以色列王, 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杀法的儿子 以利沙作先知揭许你。 将来躲避哈学之刀的, 必被耶护所杀, 躲避耶护之刀的, 必被以利沙所杀。 但我在以色列中, 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 未曾与巴黎亲嘴的。 于是, 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 遇见杀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 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 自己赶着第十二对。 以利亚从他那里经过, 将自己的外衣打在他身上。 以利沙就离开牛, 跑到以利亚那里, 说, 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 然后我便跟随你。 以利亚对他说, 你回去吧, 我向你做了圣魔呢。 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 宰了一对牛, 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 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 服侍他。 《猎王记》上第二十章, 叙利亚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 有三十二个王与他同盟, 带着车马, 他便上来围攻撒玛利亚。 又差遣使者进城, 献以色列王亚哈, 对他说, 便哈达如此说, 你的金银都要归我, 你妻子而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 以色列王回答说, 我诸我王啊, 可以依着你的话, 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 使者又来说, 便哈达如此说, 我以差遣人去献你, 要你将你的金银, 妻子, 儿女都给我。 但明日约在这时候, 我还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 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 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 以色列王召了国中的长老来, 对他们说, 请你们看看, 这人是怎样的谋害我, 他先差遣人到我这里来, 要我的妻子, 儿女和金银, 我并没有推辞他。 长老和百姓对王说, 不要听从他, 也不要应允他。 过此, 以色列王对变哈达的使者说, 你们告诉我主我王说, 王第一次差遣人向你仆人所要的, 仆人都依从, 但这次所要的, 我不能依从, 使者就去回复变哈达。 变, 哈达又差遣人去县雅哈说, 撒玛利亚的尘土, 若够跟从我的人, 每人捧一捧的, 愿重神明重重的降伐于我。 以色列王说, 你告诉他说, 踩顶窥罐甲的, 休要想摘窥卸甲的夸口。 变, 哈达和诸王正在帐幕里喝酒, 听见这话, 就对他臣仆说, 摆对吧, 他们就摆对攻城。 忽然有一个先知来献以色列王亚哈, 说, 耶和华如此说, 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 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亚哈说, 借着谁呢? 他回答说, 耶和华说, 借着跟从省长的少年人, 亚哈说, 要谁率领呢? 他说, 要你亲自率领。 于是, 亚哈数点跟从省长的少年人, 共有232名, 后又数点以色列的重兵, 共有7000名。 五间, 他们就出城, 便哈达和帮助他的32个王正在账目里痛饮。 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先出城, 便哈达差遣人去探望, 他们回报说, 有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 他说, 他们若为讲和出来, 要活捉他们, 若为打仗出来, 也要活捉他们。 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出城, 军兵跟随他们。 个人遇见敌人就杀, 叙利亚人逃跑, 以色列追赶他们。 叙利亚王便哈达骑着马和马兵一同逃跑。 以色列王出城攻打车马, 大打击杀叙利亚人。 那先知来现以色列王, 对他说, 你当自强, 留心怎样防备, 因为到明年这时候, 叙利亚王闭上来攻击你。 叙利亚王的臣仆对叙利亚王说, 以色列人的众神是众山神, 所以他们胜过我们, 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 我们必定得胜。 王荡这样行, 把诸王急去, 派军长代替他们。 又照着王丧师军兵之术, 在招募一军, 马不马, 车不车, 我们在平原与他们打仗, 必定得胜。 王便听臣仆的话举行。 此年, 便哈达果然点齐叙利亚人上亚服去, 要与以色列打仗。 以色列人也数点军兵, 劲斗齐齐, 迎着叙利亚人出去, 对着他们安营, 好像两小群山羊羔, 叙利亚人却满了地面。 有, 神的人来陷以色列王, 说, 耶和华如此说, 叙利亚人既说我叙利亚人, 叙利亚人既说我叙利亚人是众山的, 神不是谷地的, 神, 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 你们就知道我是叙利亚人。 以色列人与叙利亚人相对安营七日, 到第七天两军交战, 那一日以色列人杀了叙利亚人步兵十万, 其余的逃入亚服城, 城墙他倒, 压死剩下的二万七千人, 便哈达也逃入城, 藏在严密的屋子里。 他的臣仆对他说, 看啊, 我们听说以色列王都是仁慈的王, 现在我们不如妖术麻布, 投套绳索, 出去投降以色列王, 或者他存留王的性命。 于是, 他们妖术麻布, 投套绳索, 去现以色列王, 说, 王的仆人便哈达说, 求王存留我的性命。 雅哈说, 他还活着吗? 他是我的兄弟。 这些人留心探出他的口气来, 便急忙就着他的话说, 便哈达是王的兄弟, 王说, 你们去请他来, 便哈达出来献王, 王就请他上车。 便哈达对王说, 我负从你父那里所夺的诚意, 我必归还。 你可以在大马士革利街道, 像我负在撒玛利亚所利的一样。 雅哈说, 我照此立约, 放你回去, 就与他立约, 放他去了。 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凤, 耶和华的命对他的邻居说, 求你打我吧, 那人不肯打他。 他就对那人说, 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 你一离开我, 必有狮子咬死你, 那人一离开他, 果然遇见狮子, 把他咬死了。 先知的门徒又遇见一个人, 对他说, 求你打我吧, 那人就打他, 将他打伤。 他就去了, 用灰尘蒙脸, 改换面目, 在路旁等候王。 王从那里经过, 他向王呼叫说, 你仆人在镇上的时候, 忽然有人带了一个人来, 对我说, 你看守这人, 若把他施了, 你的性命必代替他的性命, 不然, 你必交出一塌连得银子来。 你仆人正在忙乱之间, 那人就不见了, 以色列王对他说, 你自己定妥了, 必照样判断你。 他急忙除掉蒙脸的灰尘, 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 他对王说, 耶和华如此说, 因你将我定要全然灭绝的人放去, 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 你的民也必代替他的命。 于是, 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 进了他的宫。 列王记上, 第二十一章, 这些事以后, 又有一事。 耶色列人拿博在耶色列有一个葡萄园, 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 亚哈对拿博说, 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 因为是靠近我的宫, 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 或是你要钱, 我就按着价值给你。 拿博对亚哈说, 我敬畏, 耶和华断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 亚哈因耶色列人拿博说, 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 就闷闷不乐地回宫, 躺在床上, 转脸向内, 也不吃饼。 王后耶喜别来问她说, 你为什么灵里这样幽闷, 不吃饼呢? 她回答说, 因我向耶色列人拿博说, 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 我给你钱, 或是你愿意, 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 她却说, 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 王后耶喜别对亚哈说, 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 直观起来, 心里畅畅快快地吃饼, 我必将耶色列人拿博的葡萄园给你。 于是托亚哈的名写信, 用王的印印上, 送给那些与拿博同城居住的长老贵族。 信上写着说, 你们当宣告禁时, 叫拿博坐在民间的高位上, 又叫两个人都是比列之子, 坐在拿博对面, 做见证告他说, 你亵渎神和王了。 随后就把他拉出去, 用石头打死。 那些与拿博同城居住的长老贵族, 得了耶喜别的信, 就照姓而行。 宣告禁时, 叫拿博坐在民间的高位上。 有两个人来, 都是比列之子, 坐在拿博的对面, 当着众民, 做见证告他说, 拿博亵渎, 神和王了, 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 用石头打死。 于是打翻人去献耶喜别, 说, 拿博被石头打死了。 耶喜别听见拿博被石头打死, 就对亚哈说, 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博不肯喂钱给你的葡萄园吧。 因拿博不在, 已经死了。 亚哈听见拿博死了, 就起来, 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博的葡萄园。 耶和华的话, 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 你起来, 去献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 他下去要得拿博的葡萄园, 现今正在那园里。 你要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杀了人, 又得他的产业吗? 又要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狗在何处舔拿博的血, 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 亚哈对以利亚说, 我仇敌啊, 你找到我吗? 他回答说, 我找到你了, 因为你卖了自己, 行, 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说, 看啊, 我必使灾祸临到你, 将你的后代除尽。 凡数你对强撒尿的人, 无论困住的, 剩下的, 都从以色列中捡出。 我必使你的家, 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 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 因为你惹我发怒, 又是以色列陷在罪里。 论到耶喜别, 耶和华也说, 狗在耶斯列的外锅, 必吃耶喜别的肉。 凡数亚哈的人, 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 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 从来没有像亚哈的, 因他自卖, 行, 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受了王后耶喜别的怂动。 旧长, 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 行了最可憎恶的事, 信从偶像。 亚哈听见这话, 就撕裂衣服, 见识, 身穿麻布, 睡卧也穿着麻布, 并且缓缓而行。 耶和华的话, 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 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谦卑自己, 你看见了吗? 因他在我面前自己谦卑, 他还在世的时候, 我不降这祸, 到他儿子的时候, 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 猎王记上, 第二十二章, 叙利亚国和以色列国三年没有征战, 到第三年, 由大王约沙法下去献以色列王。 以色列王对陈仆说, 你们不知道激烈的拉末是属我们的吗? 我们岂可静坐不动, 不从叙利亚王手里夺回来吗? 亚哈问约沙法说, 你肯同我去攻取拉末激烈吗? 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 你我不分彼此, 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 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 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 请你先求问耶和华, 于是以色列王招举先知, 约有四百人, 问他们说, 我上去攻取拉末激烈可以不可以? 他们说, 可以上去, 因为主必将纳成交在王的手里。 约沙法说, 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 我们可以求问他吗?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盖亚, 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 只是我恨他, 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 不说极语, 单说凶严, 约沙法说, 王不必这样说。 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官长来, 说, 你快去, 将因拉的儿子米盖亚招来。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 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控场上, 各穿巢服, 坐在位上, 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 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夹造了两个铁角, 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要用这脚抵触叙利亚人, 直到将他们灭尽。 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 可以上拉莫基列去, 必得亨通, 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 那去照米盖亚的使者对米盖亚说, 如今你看, 众先知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几言, 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 也说几言。 米盖亚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耶和华对我说圣魔, 我就说圣魔。 米盖亚到王面前, 王对他说, 米盖亚啊, 我们上去攻取拉莫, 基列可以不可以, 他回答王说, 可以上去, 必得亨通, 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 王对他说, 我当嘱咐你几次, 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 米盖亚说, 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 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耶和华说, 这民没有主人, 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各归各家去。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岂没有告诉你, 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 不说给予, 单说凶言吗? 米盖亚说, 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 天上的大军势力在他左右。 耶和华说, 谁去引诱亚哈上拉莫激烈去阵亡呢? 这个就这样说, 那个就那样说。 随后有一个灵出来, 站在耶和华面前, 说, 我去引诱他。 耶和华问他说, 你用何法呢? 他说, 我去, 要在他众仙之口中, 做谎言的灵。 耶和华说, 这样, 你必能引诱他, 你去如此行吧。 看啊, 现在, 耶和华使谎言地凌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 并且, 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火于你。 鸡拿拿的儿子西里加前来, 打米盖亚的脸, 说, 耶和华的, 零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 米盖亚说, 看啊, 你进严密的屋子藏躲的那日, 就必看见了。 以色列王说, 将米盖亚带回, 交给成都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师, 说, 王如此说, 把这个人下在尖里, 使他受苦, 吃不饱喝不足, 等候我平平安安地回来。 米盖亚说, 你若能平平安安地回来, 那就是, 耶和华没有及我说这话了, 又说, 众民啊, 你们都要听。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拉末激烈去了。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要改换中树上阵, 你可以仍穿王符, 以色列王就改换中树上阵。 先是叙利亚王吩咐他的三十二个车兵长说, 他们的兵将, 无论大小, 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 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 车兵长看见约沙法, 便说, 这必是以色列王, 就转过去与他征战, 约沙法便呼喊。 车兵长线不是以色列王, 他们就转去, 不追他了。 有一人随便开弓, 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 王队赶车地说, 我受了重伤, 你转过车来, 拉我出阵吧。 那日, 阵势越战越猛, 有人扶王站在车上, 抵挡叙利亚人。 到晚上, 王就死了, 血从伤处留在车中。 约在日落的时候, 有号令传遍军中, 说, 各归本城, 各归本地吧。 王既死了, 众人将他送到撒玛利亚, 就葬在那里。 又有人把他的车, 洗在撒玛利亚的池旁, 他们又洗他的盔甲, 狗来舔他的血,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 亚哈其余的是, 凡他所行的, 和他所修造的象牙宫, 并所建筑的一切诚意, 不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吗? 亚哈与他列祖同睡, 他儿子亚哈谢, 皆许他作王。 以色列王亚哈第四年, 亚撒的儿子约沙法登基, 做了犹大王。 约沙法登基的时候, 年三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五年。 他母亲名叫阿苏巴, 乃是丽西的女儿。 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 不偏离左右, 行, 耶和华眼中看卫正的事, 只是众高丘还没有废去, 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 约沙法其余的事, 和他所显出的勇力, 并他怎样征战, 不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吗? 就是约沙法将他父亲亚撒 在世所剩下孝法所多玛人的, 都从国中除去了。 那时, 以东没有王, 有总督治理。 约沙法制造他失传之, 要往俄斐去, 将金子运来, 只是没有去, 因为传在以寻家别破坏了。 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对约沙法说, 容我的仆人和你的仆人做传童去吧, 约沙法却不肯。 约沙法与列祖同睡, 葬在大魏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约兰揭许他作王。 犹大王约沙法十七年, 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 做以色列王贡二年。 他行, 耶和华眼中看魏厄的事, 效法他的父母, 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时以色列 陷在罪里的事。 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 侍奉敬拜巴黎, 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